警察工作常常日夜顛倒 知情時面對的壓力及危險性也非常高 此警惠與花蓮慈激醫學中心 親自到花蓮縣警察局 花蓮分局 為玻璃市大人們的健康做好把關 癌症中心也來幫他們做一些 基本的癌症篩檢跟一些基本的檢查 讓他們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 這樣子的話呢 如果萬一有什麼這個 我們可以早一點幫他處理 這些糖分都是我們脂肪的來源 造成我們血脂的異常 長期作息不正常 五星中提高代謝症候群 危險因子及癌症風險 嘉醫科魯興和醫師也提醒大家 平日可以從身高 體重 年紀 活動量 來自我檢視 最重要的還是飲食控制 說三酸甘油脂的部分和血壓的部分的話 還是也要從平常少油少鹽的一個生活 飲食做起來 那還有就是說盡量多增加走動的機會 很感謝我們慈激醫院 還有我們慈警的團隊 對我們警察工作的支持 以及同樣的照顧 像飯或什麼是麵的量 要再少一點點 辛苦的人民保姆 常常要面對各種突發狀況 醫護團隊也透過一對一的諮詢 也讓警察們不要疏忽自己的身體健康 大海新聞 珍珊美之工張陽川 花蓮報道 還沒有